大家好,歡迎收看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們剛剛經過了天氣不穩定的一個星期 雖然整個星期都有下雨,但有兩天的雨勢就比較大 而其中雨勢最大的就是星期日 雖然天文台總部只是度到5.3毫米的雨量 但下午的一場雨就為沙田和西貢帶來了超過100毫米的雨量 不單止下雨,天文台還在當日發出雷暴警告 其次就是星期三,港島東區和西貢都錄得超過40毫米的雨量 而香港附近的地區都普遍有雨,韶關和站光的雨量也超過40毫米 為什麼過去一個星期的天氣這麼不穩定呢? 其實是因為有一道低壓槽影響著我們 至於氣溫方面,由星期日最高的28.9度一路慢慢地轉略 到星期三最低的20.4度 而這個溫度也是本港46年來6月份的最低紀錄 星期三的天氣較略其實是因為我們受到一股 清淨至強風程度的東北貴猶風所影響 天文台在當日更加發出了強烈貴猶風訊號 提起強烈貴猶風訊號,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想知道多些了 那不如我們來看看有關這個警告的詳細介紹吧 因為貴猶風的影響,而令到本港境內任何一處接近海平面的地方 平均風速已經或者將會超過每小時40公里 即是強風程度,香港天文台就會發出強烈貴猶風訊號 而在非常空曠的地方,風速更加可能超過每小時70公里 貴猶風是隨著季節的演變,由於海洋和紅綠地受熱的程度不同 地面氣壓出現了顯著的差別 從而導致一股有季節性的持續氣流 這個系統就叫做貴猶風 而在冬天的貴猶風一般是從北面或者冬面催來 而下季的貴猶風就主要是西南風 在冬天,亞洲大陸送出冷卻,導致中部地區非常寒冷 當冷空氣集結,氣壓上升 一股巨大的大陸性反氣旋就會在西伯利亞形成 由於青藏高原地勢高,構成了一個有效的天然屏障 阻礙這股反氣旋內的冷空氣向南伸展 但有時因為高空擾動氣流的影響下,冷空氣會南下橫過中國 這些冬季季後風的寒潮,最後會為華南沿岸帶來一陣陣的冷空氣 相反,在夏天,亞洲大陸受到太陽的強烈照射 地面溫度升高,令到上面的空氣受熱,於是膨脹和上升 一個長期維持的低壓區就在亞洲中部形成了 而當溫暖潮濕的空氣由印度洋和南海吹向這個低壓區的時候 亞洲南部和東南部就會受到夏季季後風的影響 與熱帶氣旋比較,季後風一般較為持久 往往都會持續幾天 當強烈季後風信號生效的時候 指民應該留意天氣報告內所描述的風向 如果你在當風的地方,可能會受到季後風正面吹閘 請採取預防措施以防強勁震風帶來的破壞 例如花盆和有可能被風吹倒的物件 應該搬回入室內 工程師、建築師和承建商應該將棚架、木板 和臨時性的建築物綁緊 小艇艇戶應該採取預防措施以確保小艇安全 並且檢查甲板上的物件是否綁緊 參加水上運動或進行海上工作的人士 應該要特別小心,以防大風或大浪大力的危險 靠近岸邊的海面也可能會有大浪和湧浪 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應該遠離岸邊,以察安全 而在公路和高架天橋上架車的人士 應該特別提防強勁震風的吹閘 市民也應該留意電台、電視台 又或者透過香港天文台的網頁 打電話問天氣系統187200 以獲取最新的天氣消息 看完這麼詳盡的介紹之後 不如我們看看接下來的天氣會是怎樣 大家好,我們預料一度高壓隻會在未來幾日為華南帶來大致晴朗的天氣 所以如果看回這個星期六日,部分時間都會有陽光 不過星期六都會有煙震,初時還會有一兩陣驟雨 取而代之,到下星期的中期就會有一個低壓槽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所以如果看回這個展望,下星期中期就會漸轉有些驟雨 多謝大家的收看,拜拜!